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网上学习 今天晚上我们学习 《圣经的自义与灵异》 这本书的第七章 这一章比较大一点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圣经的灵异和对应》 都是一个题目 《自然界》 各个事物和灵界的某事物的对应 这个关系在《天堂与地狱》里面 下面这两章 一个是103节到105节 一个是87到102节 至今无人知晓何为对应 不要把大家都在这个麦克风都mute 关起来 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噪声了 因为要录下来 相比之下 对应之学在久远的古代 刊为学中之学 并且普遍盛行 一切手稿与卷轴的书写 皆为对应形式 上古时代 上古时期的预言 以及埃及的象形文字 无非如此 古代教会时期的 约伯记 也满是对应 一切古教会 都是象征性的教会 代表天堂的事物 他们一切仪式 以及所有律例典章 他们的敬拜 照此建立 其中所包含的内容 没有别的 尽是对应 建立在亚哥众子中的教会 也是如此 亚哥众子 无非就是指的 以色列的十二支派 凡记和平安记 以及其中每个细节 尽是对应 会幕 及其中的各项事物 也如此 他们的节期 例如 无效节 无教节应该是 祝鹏节和 初熟节 也是如此 所有的仪式 律例 均如此 这指的都是上古教会的情况 因为所有对应 皆在于物质终端的事物 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物质世界 这个物质世界就处于整个灵界 就是神所创造的一切万物的终端 又因一切物质事物皆有对应 凡对应者也具有象征意义 所以构成圣经字役的没有别的 禁事对应 主也一样 因为他出于神性说话 故所说皆为圣经 所以他也是以对应形式说话 从神性而出 并且自身为神性的 与其终端降至这般对应之物中 对应于神性 属天 属灵的事物 因此这些事物的内部 掩藏并象征着 属天和属灵的事物 关于何为对应 请参阅天国的奥秘 其中解读了创世纪 和出埃及纪中的众多对应 此外 也可以参看收集在 新耶路撒冷及其属天教义 和天堂与地狱中 对该主题的一些论述 圣经的灵意 或内意 并非别的 而是照着对应 七开的自义 当世人以属世的方式 思考圣经内容时 诸天的众天使 从中领受到属灵的意义 我从天堂听说 并理解到 上古教会之人 也就是创世纪 也就是创世纪前几章所提到的 亚当和夏娃所象征的人 能与众天使亲密接触 能接着对应 与天使交谈 他们的智慧状态 达到这样的地步 在地上 无论看到什么 能同时与众天使 灵性的理解这些事物 我被告知 创世纪 五章 二十一到二十四节 提到的以诺 和他的同伴们 将那些从上古教会 人们口中所说的对应 加以收集整理 并将这些对应的知识 传给后代 结果对应的知识 不仅存在于亚西亚 众多王国 而且还进一步发展 尤其在埃及 亚树 巴别 叙利亚 美苏不达米亚 阿拉伯 以及迦南地 并由亚西亚 传播到希腊 只是在希腊 后来被改造成了神话 这从那些关于雅典附近的奥林匹斯山 克里孔山和品多斯山的故事就可以看出 以及称为帕加索斯的飞马 用蹄子 塔出了一股清泉 九位 宙斯 在这清泉周围 建造了自己的住所 因为像科里孔那样的大山 按对应 象征着更高层的天 而像品多斯山 这样低一点的小山 这象征着相对低层的天 应该是天堂 飞马或帕加索斯 象征着被灵性视觉 所开启的悟性 而九个宙斯 所象征着真理的观念 和各种各样的知识 其余的故事 具有同样的特点 这些故事 为上古时期 某些希腊人所写 被称为神话 由奥韦德收集 并记录在他的作品《变形记》中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教会特有代表象征性的事物 沦为了偶像崇拜物 于是 遵从 遵从 从主的天命 对应的知识 逐步被抹去 最终在以色列和 犹太民族中 完全遗失 和消亡 事实上 该民族的敬拜方式 完全是代表和象征性的 只不过人们对任何事物 代表的象征意义 一无所知 因为他们已成为全然属世之人 所以不能 也不想了解 关于属灵之人及其信仰和爱 等方面的任何事情 结果 他们对对应也完全无知 古时各民族的偶像崇拜 源于他们 关于对应学的研究 因为出现在地上的一切事物 皆有对应 例如 不仅树木有对应 各样的兽类 鸟类 鱼类 皆各有对应 古人拥有对应的知识 他们自己造像 来对应于属灵的事物 以此为乐事 因为这些像 象征着与天堂 因而与教会相关的东西 他们将这样的像 不仅摆放在圣殿中 还摆放在家里 但并非将他们作为敬拜的对象 而是提醒这些像 所象征的天堂的事 因此 在埃及有人立一些牛犊 公牛 蛇 孩童 老人 以及少女的像 因为小牛象征着 属世之人的天真无邪 公牛象征着属世之人的情感 而蛇 则象征着 感官之人的审慎 大家知道 感官之人就是那些 全凭感官来判断的 我看不见听不着的 我就不相信 只要我能看得见摸得着 听得见的 我才相信 就是这样的人 叫感官之人 孩童象征纯真 老人象征智慧 少女象征对真理的爱慕之情 诸如此类等等 当对英学的知识消失殆尽后 他们的后代 不知道这些像 到底象征什么意义 这段话我专门加了下画线 改了颜色 就是说 这段话非常重要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现象 他们的后代已经不知道了 不知道这些像象征什么意义 于是开始敬拜 祖先所立的那些像 及图腾 由于这些像 被放置在他们圣殿之中 或周围 所以他们先是将其作为圣物来拜 到最后 干脆敬拜为神明 就把这些像作为神明来敬拜 以为他们祖先是把这些东西当神明的 实际上完全错误了 埃及的象形文字 也是由此而来 其他国家类似的事情也是如此 例如在亚石突的 非力士人当中的大滚身 上半部分象人 下半部分象鱼 这个偶像的构思 是因为男人象征理性的聪明 与象征属世的知识 好 所以今天的这一部分学习的内容就到这 我们现在进入问题与讨论阶段 我把音音的麦克风打开 玛丽你来了 你来我放心了 你来我心里有点发毛 为什么 你给他翻译 这个有点压力很大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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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咱们互相 好 好 您 好 您 好 您 您 meeting yeah yeah i was about four minutes late sorry sorry the main thing you hear um i just wanted to say firstly lin the word correspondence is an easier way of understanding that is to talk of symbols or symbolizers i don't know whether you've got chinese words which make that differentiation but it's there's a you know it's just easier if i say in english such and such symbolizes something that's makes much more sense and understandable than if i say something corresponds to something i just want to make that point at the outset is it two is it different words in it in chinese um well correspondence in chinese um is a i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yeah and uh could could have a connotation as a symbolic but it's more than symbolic the word correspondence is slightly more than symbolic yeah it is it's just that the word symbolic is more normal it's more and more understandable to most people that's all yeah so basically this is a symbol symbols um has correspondence relationship with spiritual war so it's not any symbol it's really have a special meaning right yeah yeah um i just translate 刚才印就是问说咱们中文当中哈这个对应correspondence如果我们翻成 从英文翻成中文就应该是对应对应在中文里面有没有那个就是 那种符号啊或者是象征体的这个意思其实我们中文里我刚才跟他解释我们中文里 这个意思并不是特别的明显啊虽然英文里它是这个词是包含着这个意思 但是在中文里面这个就是说那种象征性的那种那种比如说这个偶像啊什么这些 这些东西好像不是特别的明显对应这个词在中文里 yeah correspondence in chinese it just means correspondence that's the one to one yeah okay okay um just two days ago then i was given a candle i was visiting an old old lady at kapalaba and as i left she gave me a candle why do you think she gave me a candle at christmas corresponding to um church light of the world light of the world okay light of the world and she said that to me as i left she said i want you to have this candle yeah because christmas is all about the light of the world yeah which of course is what jesus described to himself must be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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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derstand thanks um 嗯那刚才就举这个例子她就手里拿着那个那个那个蜡烛很大的一个蜡烛 因为你们都知道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西方人比较这个喜欢这个蜡烛 哈然后呢她说她她的邻居一个这个老太太给她这个这个蜡烛 然后她就问我这个会意味着是什么然后我就我我刚才说了一句什么反正就是说这个像这个教堂嘛 我经常有蜡烛啊作为那什么她说她说实际上就是说世界之光啊世界之光 那就是代表着我们耶稣主它是一个光所以它这个就是说这个蜡烛本身也是一个 correspondence就是也是一个对应的关系 then have you got a bible there can you turn to john's gospel yep john's possible john's possible john's possible john's gospel chapter three 19 yeah i'll leave that to you to read just the one yeah yeah just second 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九节 光来到世上 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邪恶 不爱光倒爱黑暗 定他们罪的原因就在这里 凡做恶的都恨光不来激进光 免得他们恶行暴露出来 凡行真理的都来激进光 好显明他所做的都是靠着神而做的 so i read from the 19 to 21 that's one that's particularly 19 yeah yeah but you know because i thought this is three words all talk about it not just turn could you now just turn to chapter nine same gospel verse five just the one verse verse five yeah as a john yeah still with john's gospel yeah yeah um 还是这个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五节 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界的光 刚才其实他就让我念了一个 刚才其实他就让我念了一个 一个一节就是那个第十九节 后来我念到是十九到二十一 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没听到他 就是我接话觉得太快了 我还以为他也 现在是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五节 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界的光 so there's a very clear example of correspondences you know the the light the light of the world as long as i'm in the world i'm the light of the world just changing now Lynn can you see what i've got in my hand yeah apple i've got an apple i could have brought a banana or or some other food a pear mm-hmm it was easy for me just to get an apple why have i got an apple why do you think i've got an apple it's all about fruit it's all about fruit yeah 是不是都是关于这个水果呢 yeah now if you turn apple in our eyes open your eyes Lynn would you just turn to matthew's gospel chapter 7 matthew chapter 7 yep verses 15 to 20 could you read that please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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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to 20 okay 下面他让我读的是那个马太福音第七章 十五节 十五节 十五节到十九节 提防甲先知 他们披着羊皮到你们当中 里面却是残暴的狼 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荆棘里怎么能摘到葡萄呢 我不认识这个字 我看啊 桑布什斯 桑布什斯应该是在我们那个中文里面 应该是山里红那样的东西 在那里怎么能摘到无花果呢 照样 好树结好果子 坏树结坏果子 坏树不能结坏果子 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 凡是不结好果子的树 就被砍下来 丢到火中 对 砧检 坏树 Jesus used fruit because of its obvious correspondence to a good and godly life, okay, that's what that's about, he constantly talked to people in correspondences, and that's what he meant, and it's obvious, absolutely obvious to everybody that that's what he meant, he was talking about a good and godly life, yeah, so he used the果子 in our scripture, it's often called a good life, it's often called a good life, it's often called a good life of God, it's often called a good life of God, thanks, Ying. Now, Lynn, stay with that same gospel, would you please, and would you please read from verse 24 to 29, and then when you've read it, somebody has got to tell us what the correspondence or the symbolism of rock is, I'll leave you to read that in Chinese, from verse 24 to 29, chapter 7. Yeah, yeah, yeah. 下面呢,他让我读的是, 还是马太福音第七章, 从二十四节到二十九节, 他想让大家在这个, 我读的这些经文里边想想, 对应的是什么呢? 从二十四开始, 所以, 凡听见我这些话, 又遵行的, 就像聪明人, 把自己的房子, 带在磐石上, 雨淋,水冲, 风吹, 摇旱那房子, 房子却不倒塌, 并且倒塌得很厉害。 因为建基在磐石上, 凡听见我这些话, 却不遵行的, 就像愚蠢的人, 把自己的房子, 盖在沙土上, 雨淋, 水冲, 风吹, 摇旱那房子, 房子就倒塌了, 并且倒塌得很厉害。 大家想想, 就是说, 我们的主, 他对应的是什么呢? 讲这些的时候。 应该的是, 真理的, 有没有根基吧? 是不是, 就是说, 明白真理, 并且践行, 是不是这意思? 对。 Yes, Thanks, Bin just answered your question saying that the truth comes into your heart Exactly So that you can understand and also do it Exactly, exactly What I'm getting at then is that people knew exactly what Jesus was Meaning he was talking to them in correspondences But they knew exactly what he meant by it They knew exactly that he was talking to them about Building a good strong life But it had to be on a good foundation A strong foundation Which of course the rock is And we know as Guang has just said That rock is truth which we've taken into our heart Absolutely true But can you see how obvious It must have been to people in those days As it is obvious to us today Thanks blindness Women主讲的这些话 實際上对我们来说 可能大家都懂的 都非常显而易见和明白的 那么当时的人肯定也是懂的 但是真正能有多少人 真正把主的言语能够铭记在心 真正深入到他们心里面 然后呢 又从这个行为上 反映出来呢 then can you turn to Luke's gospel chapter 13 and can you find verse 32 y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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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 you just read that just one verse yeah understand thanks Lu Jia Fu Yin 第十三章 第三十二节 他说 你们去 告诉那个狐狸 今天明天 我敢鬼 一病 第三天 我的事 就完成了 Lynn sorry to make sense of that I'm sorry would you mind reading verse 31 as well and read 32 again because then it ties it together sorry yeah that's okay yeah thanks 他实际上和那个 第十三十一节 是联系的 所以我把三十一节 也读一遍 就在那时候 有几个法利赛人 来对耶稣说 你离开 这里走吧 因为西律 想要杀你 他说 你去告诉那个狐狸 就是西律了 今天明天 我敢鬼一病 第三天 我的事 完成了 第三天 我的事 就完成了 thanks but then my question is why did Jesus choose to call Herod a fox yeah what what is it about a fox that that made Jesus choose that word to describe Herod that's my that's my question yeah because he is cunning he used strategy he his strategy he's cunning and he works out of sight you don't see him working yeah he's very cunning okay he works behind you he works behind you yeah yeah 刚才 Yin 就是 问 为什么 耶稣 在这里边 把 那个 Herod 就是 西律 比成 狐狸 实际上 就是说 他就比喻 这个狐狸 就是很狡猾 而且 他就是在 你的背后 去做事情 不会在你眼前 光明正大的 去做 and then and then I want to say that in tonight's study notes Twinkle says that people in ancient times knew everybody knew correspondences but I want you to I just want to make the point that in actual fact everybody today knows correspondences but they don't think about them and I'll give you a reason why in a moment thank you 恩 因着 讲 在这个古时候 尤其是 远古的时候 人们呢 都很明白 这些 这个象征物啊 和象征性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描述 但是 今天呢 就是 人们呢 就是说 可能也明白 但是他们 就是 实际上 就是也是 装的不明白吧 反正 也是 不是很明白 那么他说 我会告诉你 这是为什么 谢谢 因 我介绍你 why I don't know about Chinese but in English we like Jesus did will sometimes refer to a person as a fox as a snake as a pig or as a dog that's just a few of the of the ways in which you'll sometimes in English hear people refer to somebody they don't trust or they're not sure of their motives or they don't care about other people and those names seem to fit the quality or the character of that person and instinctively if I was to say of somebody he's nothing but a pig or he's nothing but a snake then people around me would know instinctively what I meant by that word so what I'm getting at is that people today instinctively know what correspondences or if you call them symbolism but what correspondences are they just don't think about them and t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oday and as it was in ancient times thank you for me hear people in I just want to make sure that in ancient times people understand the correspondences better than the modern people but the modern people also know from their instinct they know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that's the difference that's the difference yeah but they they don't really say they know they don't no that's it that's exactly it yeah they overlook it yeah in fact if you if you said that to them they would probably say no no i don't know what correspondences are but in actual fact they do that's the point yeah yeah okay thanks in in in刚才讲的意思呢 就是说 大家可能都一天听懂了 就是说 这个古时候的人呢 他对这个 就是说 对应关系也好 或者是 这个某些 有象征性的 这种象征符号意义的这种东西也好 他很明白 他也就是说 直接就用 但是呢 现在的这个现代人呢 其实凭直觉他也能够明白 但是他并不讲他明白 或者是他装着不明白 比如说 我要说一个人像猪 或者像蛇 大家都知道我指的意指是什么 但是呢 他们就是好像有点装着 不太知道 thanks in in just one more from scripture could you possibly find Psalm 121 Psalm 121 and this is just to illustrate this point which soon he was convinced convinced just second just second his behavior behavior toward my app has this problem whenever updated the mobile it has the word testament coming I have to go particularly to set up to turn it off sorry Psalms 121 which was then I'm just trying to illustrate this point Swin Morg says the whole of the scripture is written in correspondences and this is a wonderful example just read the verse first verse it's a wonderful illustration of how it is that all the scripture is written by correspondences thank you yeah yeah thanks thanks in 在那个 就是 瑞公刚才讲 就是旧约里面 有很多 都是有这种 就是说 对应关系的 诗篇 第121章 第1节和第2节 我要向群山举目 我的帮助 从哪里来呢 我的帮助 是从造天地的 叶荷华而来 thanks read that's just read the whole psalm because the whole psalm is full of correspondences the whole psalm you can't you can't miss them when you hear it thank you yeah 就是说 整个这个诗篇 这一本书 它就是充满了 这种象征性的 这种描述 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得到 你不可能看不到的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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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now it's got to be some space that people to ask questions or discuss I just wanted to highlight some of the things yeah yeah 现在 in呢 想留一些时间 让大家来提问题 来一起讨论 他不想都把时间都占 都占过去 所以大家要是有问题的话 可以问他 讨论 希望大家提问题 看check上什么 没事 大家有什么问题 这方面肯定都有很多问题 是有什么问题 刚才那个 刚才这个诗篇 121章 那个前面那两句 就问那个 Yin说了 这是 这是 对应的非常好的例子 wonderful example 他能不能解释一下 对应是什么 在这两句话里 对应的怎么理解 谢谢 谢谢 好 那个 Guanbin is asking that Yin you just point out the sum Yes the chapter 121 the words one and two Yes and he's asking what is the correspondence how do you explain the correspondence of these two words I lift up my eyes to the hills where my help come from my help come from Lord and the maker of heaven on the earth so when you lift up your ask you Lin Yeah what do hills what do hills as compared to valleys Yeah what what do they symbolize what do hills correspond to just just don't think too much about it but what what do they first one do Yeah Yeah Okay let me just say this I think I think I think that that this is basically corresponding to God to the universe he created Yeah corresponding to To higher things firstly to higher things okay hills hills carry the idea of higher things so instead of looking downwards you're looking upwards yeah okay that's the first thing now the second thing is what what enables you to look upwards and the answer is love and affection love and affection so lift up your eyes to the hills is to be looking up with love yeah higher things all right yeah okay right wow that's really really excellent uh just so just show show this like 群山 舉目 the 群山 象征 is 什么 第一 它的 这个 correspondent 象征 的 或 对应 的 是 something higher 就是 说 就是 说 在高 处 在高 处 像 高 处 因为 我们 像 就是 说 找 我们的 这个 主 都是 在高 处 找 就是 高 处 第二个 就是说 你为什么 要 就是说 仰慕 实际上 也是 就是 仰慕 是看 高 然后呢 实际上 你是 原由于 爱 对主的 爱 thank you in that's when you look up with with love when you look upwards with love you can't help but start to see the Lord yeah yeah when you worship basically you go yeah yeah 就是说 我们 仰慕 神的时候 我们 就是说 歌颂 我们的 神的时候 或者 崇拜 我们的 神的时候 我们肯定 就是说 还是 向上 就是说 举 目 举 群 and then can I just while we're on this subject have a look at verse three verse three is it the same chapter yes psalm 121 verse three verse three just the first part he will not allow your foot to be moved yeah okay then what do you use your feet for yeah this is a corresponding to the um um is your more in righteousness righteousness it's your walk through life okay yeah because your feet are what enable you to touch the ground yeah this is where everyday life is all about it's your walk through life so chapter sorry verse three he will not allow your foot to be moved if you're looking upwards with love to the lord then he will not allow your foot to be moved in other words if you're looking up with love to the lord you can trust him that he will keep you safe yeah your walk through life yeah yeah thanks then thanks 这个他说 这一节呢 就是他不必 使你的 不 使你的脚 保护你 必不打盹 就是说 这个 他的这个 对应的 这个意义 是什么呢 就是说 如果 我们 就是仰慕 我们的神 仰慕 我们的主 你虽然是 向高处 看嘛 仰慕嘛 但是呢 你不会 就是说 滑倒 就是说 实际上 就是主会 保护你的 is that also have the certain connotations that lord led you on the way of righteousness that's exactly right yeah that's exactly that's exactly the point you said it beautifully thank you thanks yin 就是说 实际上 他的这个 对应的 意思呢 就是说 当你仰慕 神的时候 神呢 就会 引导你 在这个 正确的路上 行进 也就不会 滑倒 that's psalm 23 he leads me in paths of righteousness for his yeah yeah this is what I thought yeah yeah that's right yeah beautiful anyhow look 我有一个问题 能提吗 好啊 好啊 小姨 非常好 刚才我 因为我学的少 所以 不过没关系 stupid 没问题 就是刚才 在读到 各有对应的 这个 就是我们 古代的人 呢 他们把那些 象征性的 像 就是像 小牛啊 少女啊 挂在 他们的 房间里 那么随着 年代的 流失 然后他们的 后代呢 就对这个 像呢 这个意义 就无知了 那么 是不是因为 这些 因为各的 年代过来 对以前的 认识 不一样了 所以呢 教会就 生出很多 很多的 派别来 甚至刚才 在读的时候 我就在想 是不是佛教 也是从那些 像 他们要 他去 拜偶像去 是不是有 这种 关联在里面 小Y 你自己翻 还是我给你翻 你翻吧 小Y has a question about what Sweden book said about you know the the Asian people they understand the correspondence of those symbolic things like a cow or a snack or child or you know young woman and so on but when the you know sort of progress to the modern age or later stage people start to lose the understanding of correspondence and she was asking that is that also related to the different denominations of christianality that means people started to understand the bible in different ways and also she's asking that maybe the buddhas they use a lot of symbolic you know things you know the the idols so that could be related to this exactly as people lost their understanding that these things only corresponded or only represented spiritual things they started to worship those objects as minor gods and things like that in egypt there was a famous pharaoh called ark natin and he started the cult of worshipping the sun up until that time the ancient egyptians understood that the sun particularly the sun rising in east was a correspondence of the lord rising in all his glory in our lives but as they lost that spiritual awareness they began to worship the sun itself instead of seeing it as just a representation or a correspondence they forgot that part of it and so ark natin the pharaoh started this cult of actually worshipping the sun thanks yeah um yin 说的 这个 小一 讲的是 对的 就是说 比如说 在埃及 吧 过去 古埃及 的时候 大家觉得 东方 升起的太阳 是代表的是 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然后呢 过了很多年之后 他们就逐渐的 就是崇拜太阳了 并不是崇拜神 崇拜太阳了 他们都就是组织了一个什么团体 就专门崇拜太阳 所以就是说 这个就是说 人们逐渐地就把这个 他的这个真正的寓意 和对应的这个神的这个关系 就给 淡 东方 大王 谢谢 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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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member this year and was heavily Hindu there is a lot of Muslims but it's heavily Hindu and we went to a wedding and they did all sorts of wonderful things they had frangipani, they flowers and they had oil all sorts of paint for the bride and the groom and as I sat there with my wife and watched this wedding I realised that a lot of this was correspondences from way way back but they'd forgotten them and I asked them about them and they said I was just now custom but I was a bit sad to hear that because it was much more than just their custom but they'd forgotten over the centuries that they'd forgotten that the things they were doing actually had a lovely spiritual significance Thanks 他就讲那个印度教 他有一次去他们的结婚的婚礼 然后他看到他们有很多这个画 新娘子穿的这些东西 然后他就跟他的夫人讲 他夫人也去了 他跟他夫人讲 他说其实他们这些画的东西 还有就是说点缀的这些东西 都是有这个对应关系的 有这种和灵界的这个对应关系的在古代 因为这个印他有这个知识 他能够明白 后来他就跟旁边的人呢 就问说你们这些东西什么 就是象征了什么 然后他们就简单的回答 这些是我们的这个传统 但是他就很失望 他们根本就不明白了 这些象征物的真正的意思 Thanks YIN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I think it's the time for you to have a rest I will ask Sheun to give us a prayer you can leave your microphone is a mute is he gone no i think he's nearby heaveny father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is wonderful evening of study thank you for this time of the christmas and lord we know that because of you are coming this world and we have a life we have the reason to live because you are living that's right thank you father thank you lord to provide pastor ian with us and to leading u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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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h uh to introducing that uh excellent uh the deep idea of this uh swedenberg um it's a theology and thank you lord and protecting pastor ian and give him a good health uh like him is a really um day by day uh recovering yeah and this is our heart and lord and we're all working together for this aim because yeah this is a value of the kingdom and thank you lord we pray in jesus wonderful name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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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nigh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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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for the explanation god bless you god bless you thank you god bless you god bless you thank you 和这个印的回答 给我了一个很大的 一个提示 我就想起来 那个佛教 其实那个释迦摩尼 他的那些 佛教的那些早期的文献 你可以看到里面没有偶像崇拜 没有偶像崇拜 这个后来一代一代 我当时一直不理解 我就老想不通这个道理 为什么从后来慢慢慢慢 人们就发展出了这么强烈的 这种崇拜 而且就整天要去 拜着一个偶像 然后让他去来保佑他 那个实际上 从那个佛教的那些 阿含部的那些经文里面 一看到他好像 根本没有这些东西 这个佛释迦摩尼 不就是讲自己是一个 是一个导师嘛 对不对 引导人们去深刻理解 人生的这个苦难啊 什么这些来源的一个 他并不是说把自己做为一个神 后来人怎么成这样的呢 今天这个小姨的问题和这个姨姨的回答 给我引导向这个方向来的 原来这个后世之人啊 这个佛祖 确实是一个大智慧者 我相信这些大智慧者呢 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和造物主 有一定程度的沟通 他们才能够 对于 对于真知识 真智慧 有相当程度的 这个感悟和了解 可是后面的人越来越浅薄了 越来越浅薄了 最后就是 反正是我只要想得到好处 不管怎么拜神嘛 不管拜什么东西吧 只要能让我今生得到祝福 只要能让我 让我升官发财 能我得到 眼前能得到的好处 所以就越来越浅薄 越来越浅薄 就出现了这种种的这种怪现象 这只是个的 让我想到这一点 我一定想得周全 就在这给大家分享一下 谢谢 谢谢 还有就是说 广宾 我也是就是觉得这个事情 有点 就是自己也有点疑问 就是说 佛教其实它是 不信神 它不承认有神 虽然就是说 释迦摩尼 他的这个智慧 也是可能是从神来的 他在这个教体本身 教义好像是 他是没有神的 因为这个 我们就是说信主 我们知道就是没有主 我们是不能得救的 没有主 我们是很多这个 这个就是说自己 做不成事情的 但是佛教呢 他是要靠自己去修行 因为他没有神 是这意思吧 佛教 对 他没有说这个世界的有个造物主 而且他也从来没有 似乎没有任何一个经典 讲出这个世界从哪来的 好像自古 自有永有一样 就是这个世界 这个什么什么大 三千大千世界是 无万 无 无数量节吧 一节是多少多少 多少万年 多少一年 这个好像就 生生不息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存在而已 他们这个观点 显然那就是世界没有一个起头的 这个显然和这个 这个真理是有相当大的区别 所以你认为 我们都认为他是一个无神论者 可以认为他确确实是一个无神论者 但是他里面 我们又看到他们有一些智慧的东西 这些智慧的东西显然不是肉眼繁开的人 所能够感悟 所能够想的明白 所以呢 应该我理解嘛 就是说 或者说我们可以这样说吧 就是他们可能和 就是这些 这些原来的这些大智慧者们 可能和神有一定程度的沟通 但是他又不 并不完全明白 神可能在某种程度上 给了他们一些 启示 他们似乎明白一点 也不全明白 没有像神似习的圣经 这样的明明白白的 这样一个系统 所以他们传达的也是这个样 谢谢 所以我觉得他们后人 把他作为偶像来崇拜 来敬 当作神来敬 是因为就是说 靠自己是做不到的 你靠自己怎么去修 怎么去做 那是很难 确实做不到的 就是说和我们有主不一样 对吧 我们是靠着主 他靠自己是做不到的 做不到的呢 他慢慢的 他就可能就把 这个寄托 寄托在一位 能帮助他做到的 这个神身上 他实际上就是把 就是佛祖当作神了 因为我觉得在我们中国人的这个理念里边 神是什么呢 神是一个既听话又有能力的 这样的一个 就是比我们都能的这么一个人 所以就是说我们让他保我们 他就会保我们 就听我们的话 这么一个东西 是吧 对 和我们对主 对我们主的认识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 所以就是 对 我觉得他后代的人 他之所以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偶像崇拜 是因为他确实靠自己的能力做不到 嗯 确实如此 这个国内这两位看来 这个网络还是真是 很困难 你看一会就断了 一会就断了 这个也不一定全是网络的问题 也可能和这个 这个Zoom在国内有一定程度的限制有关 哎 看星辰又来了 我知道星辰我知道你 我不知道你你那边是网是用的什么情况 我这看到看到好像一会就断了 一会就断了 星辰你能听到我们吗 啊 星辰你能听到我们哈 我我刚刚又上来了 就是我这个网 他老是自动的怎么就出来了 就是然后我又要登 重新登进来 哦真的 可能信号不好 信号不好 嗯 那你信号是是有 是在家里吗 对我在家里面 嗯 嗯 你想我想说 就是我想说一下那个关于佛教的那个 就是 就是 嗯 关于佛教的那个呢 就是 我今天在群里面发了一张图 就是 就是 就人呢 就是 就是 就是得救呢 就是我们语言上面的那种 就是 得救的信息哦 就是 说我们被神所拯救了 然后呢 嗯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然后神 就是 使我们走一条 就是说 永生的道路 然后里面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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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他这个内容呢 他是语言上的 但是跟我们实际体验呢 就是说 很多人呢 他是没有一个实际的体验 就是 特别在传统基督教里面 人们以为 啊 我信了主了 我就得救了 然后 牧师也就说 哎 你们得救了没有啊 然后 如果你没有举手呢 他就说你没得救 如果你举手了呢 他就说你看你得救了 就是这种情况 然后 这是 这是传统教会里面的 然后呢 我想讲一下 就是说 就是佛教的人 他能不能就是说 他有没有这个救 或者说 嗯 从斯维德堡的书上面 就是 他就 就是关于这个救恩呢 他就 他是跟人的内在的 就是说 人的内在 他有主在里面 每个人 他里面都有那个主在里面 就是 人向外 朝向这个世界的时候呢 他里面的那个内在呢 他是关闭的 没有打开 然后呢 就是启示录里面 有一句话 他就说 他站 耶稣站在门外 扣门 然后呢 其实这个门呢 对耶稣来说呢 他是一道门 但这个门呢 是说 我们就是说 我们里面 有主在里面 但是呢 我们把他关在 我们的外面 而相对于耶稣来说呢 他对于我们 就是相对于耶稣来说 耶稣在 相对于我们来说呢 其实是我们在外面 就是说 我们 因为 斯维德茂 他的书上面有外在人和内在人 能不能听到 能不能听到 能能能 能听到 很清楚听到 对 就是说 斯维德茂 他说我们这些人呢 都是外在人 也就是说 我们对于主来说 我们是外在的 但是圣经启述录里面说呢 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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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他的 他在门外扣门 把门打开的呢 他就进来 其实相对于主来说呢 就是说 我们 相对于主来说 他是在外面 这个相对的视角 我们在主 主行 来说呢 他在我们的外面 而我们那个 斯维德茂 他写的那个 文章呢 就是我们是 倾向于外在的 甚至说 不认识主的时候 都是外在人 而我们的那个 内在人呢 就内在的那个人 他是有主的神性 他有神性的 他是 有神性 就是 在里面的 但是呢 我们不知道 就是说 我们根本就是 跟内在人和外在人 之间有一条 就是有一个界限 就是有个鸿沟 或者说有一堵墙 或者说有一扇门 这扇门呢 就是那个 善与针分开了 就是 本来善和针 是连到一块的 但是一旦 到我们外在人的层面 它就是一个物质界的层面 他就把天上的那个 灵流 留住给阻挡了 原因就是善与针分开了 爱与智慧分开了 那按照这个观点来看的话 就是说 佛教的人 上面去修行 就是说 他不管 因为他是从外在人 走向内在人 他是有一个探索的过程 就相当于 他在摸着石头过河 他不知道神是从 他不知道神是谁 那他先不说神 那我先就 不谈论神方面的问题 不知道是从世界 从哪里来的 那也不管这个问题 但是我就知道 就是说 从我内在的一种探索 我觉知觉察 然后去静坐 然后向内去探索 去询问 去思考 然后克服 克服人 外在人的一些的 身体感伤上面的一些事情 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就是说 比如说 打坐 然后冥想 就相对于我们来说 就meditation 就是默想 就是他们在 冥想的时候 或者说默想的时候 能够链接到一些 高层的信息 就是 他们链接到 这个高层的信息以后 就是他们顺着这个信息 他一步一步往上走 或者说 就是他能接触到 内在的那个层面 但是接触到 那个内在的层面呢 就是 因为他们是靠着 人的努力去接触的 他不是通过信仰 所以呢 就是说 可能啊 我的推测啊 就是说 可能呢 就是说 只能接触到 那个边缘的 那个 就是说天上边缘 比如说天使啊 或者说跟天使 有关的善灵 就是说这个层面的信息 就是 能接触到 因为 有一个例子 就是有一个见证 就是有个例子 就是台湾大学的 那个 叫李思成 他是研究那个 就是研究灵界的 他是一个物理学家 然后呢 还有一个 就是台湾的一个作家 然后他们俩 有一次呢 在电视台上 就是我当时看了这个节目 就是说 问他们俩 就是说关于灵界的信息 他们两个人呢 就是一个是研究 通过科学的手段 去研究 就是研究人体的特异功能 然后研究灵界的一些信息 他自己写了一本书 我也买了 就是关于那个灵界呢 他说就像一个网络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网址 这个网址呢 就是神圣的一些词汇 或者说智慧 比如说佛呀 基督啊 十字架呀 就是小朋友们通过 就是这些字呢 他们可以打开内饰 就是小朋友 就是七岁以下的就最好 就是他们可以通过 这些神圣的智慧 打开内在的 就是视角 能够看得到 就是他做这方面的研究 然后呢 就另一位那个叫什么 就是同习的一个嘉宾 那个作家呢 就是说 他是佛教的 然后呢 他曾经就是给一个基督徒 就是有一个基督徒 以前是受过洗了 然后呢 他呢就是 后来信到宗徒呢 就是说好像是不信了 就这个情况 然后他死了以后呢 这个 这个就是说 这个人呢 他是佛教徒 就是他给他去做法事 因为 那个信主的人呢 他的家人都信 他自己信主 但现在宗徒呢 他可能是不信了 或者说就是 那种半信不信的样子 就是那种 然后他给他就是说 就是开始送 送就是说 给他做那个安魂的 那个法事的时候呢 这个人呢 他的内侍呢 就看到天使 然后来接这个人的灵魂 就是说 他本来是要送他去 那个西方极乐的 佛教的那个国土 就是 那一个层次 然后呢 他看到了天使之间的 中间呢就把他给揽下来了 就把这个人呢 给接走了 他就说 这个是属于他们的 然后要把他给 带到另一个地方去 然后呢 他就自动就 就是说 他在做法的途中 他是能看得到 然后他就把这件事情 就是说 在电视台里面讲了出来 然后我就联系到前后呢 我就想 就是 关于基督徒 他受洗呢 这个方面呢 是必须的 就是一个结论 就是因为有实证 这个当然 这个实证呢 就是说 可能只有他一个例子 可能就是说 不是很那个 就是不是很 很完全 就是但是基督徒的 受洗是必须的 另一个呢 就是说 关于这个人的 得救方面呢 就是他们可能 以后进到那个 佛教的那个 就是那个圈子 那个佛教的那个 就是他们说 那个净土 就是不一定是说 就是地狱 它可能也是一个天堂 只不过那个维度呢 没有那个 我们基督教的这个天堂高 因为用现代话 用现代的语言 读那个天堂与地狱 用现代的语言 其实那就是说 维度的问题 就是高维的 能看到低维的 低维的看不到高维的 比如说第一层天 然后第二层天 他就看不到第二层天 但第二层天呢 就是说 他很容易就能感知到 第一层天的事情 而且他可以降下去 就是他可以降下去 但是呢 一般他不降 他不降维 比如说我们三维世界的人呢 在纸上可以画个二维的图像 这很简单 感知里面的东西很容易 就是说 这可能 就是翻译出来 就是一个维度 就是我用维度这个词 表达一下 就是说这个佛教徒呢 就是 他们通过这种觉知 内在的 就是默想或静坐 然后呢 去灵修 就是可能就是说 最终会走到一个层次 没有基督教天堂 那个高的一个层次 因为我还接触到一个信息 就是说叫那个 叫光的课程 然后他里面教的是天使 然后教人怎么去静坐 去冥想 然后在静坐的时候 和冥想的时候呢 就是说在默想当中呢 去想 就是去默想天使 教给我们的人体 有几层 就是有几层的那个光芒 然后去默想这些光芒 可以对人的那个 有一种体叫灵魂体 还有一种体 就是它名字翻译过来 就是说灵魂那个体 可以医治那个灵体 就是说做默想 然后可以医治灵体 然后呢 还有一种体叫什么 就是人有四层的身体 那四层身体呢 就是人的灵性里面 有四层身体 这几层身体呢 都是由光构成的 然后这个就超越 超出了那个基督教的这个范畴了 不过我是作为一个 那个 兴趣去研读这些方面的信息 我就发现就是说 它这个是天使传给的 传下来的一部 就是说光的课程 然后呢 跟佛教的那个静坐和灵修 就非常相似 就是这个情况 就是说 他们宗教里面可能 就是说 不一定是假的 但是呢 他们不知道有神 就是说 在他们的概念里 就不确定有神 然后不知道世界 从哪里来的 但是从灵魂的探索上方面 就是他们探索的 比我们基督教 更加优秀 就对自己内在的灵性层面的觉知 看见更优秀 就是因为在教会里面 我没有听说过 就是说 有哪些牧师 或者说神学家 他们对灵性方面的知识 就是像其他宗教 特别是佛教 就是知道的更多 反而有这个著作 我们是借着这个内容 才知道灵界的一些事情 就传统的里面 就是几乎都没有 我就表达这么 新城那个 李世成的那个东西 我也看了 我觉得 光的课程 对 李世成 他原来是台大的校长 他是搞半导体的 但是他不是信主的 对 他的理解 他的理解很浅 但是就是说的那个是对的 就是佛教可能是在非常浅的 或者是在阴间 就是那个我们说的中间 中间那个层面 因为 中间灵界 我们叫的中间灵界 对 对 中间灵界 他看的比较浅 就是你说的那试验 我也看了 他那个小孩子 他的那个 弄一个黑带子 黑带子里边 他给他放了一张纸 那个纸上呢 写字 然后他就用天眼 就小孩子手伸进去 就不知道那里头是什么字 他手伸进去摸 他等于是用天眼就能读出那个灵界的内容来 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对应关系 他比如说他写个佛字吧 就是说好几个小朋友 都能够看到这个佛界的 就是佛教里边的几个 就是很有名的 我都忘了是谁了 那是很早我就看了 就是说 就是这些人物 就是他们这些人物都能出来 而且就是他的有些这个宫殿 就是庙宇也都能出来 就非常具体的灵间的 非常具体的形象 他都能出来 这是佛字 要如果写了耶稣 你知道这个 这个西伯什么什么 西伯尔的那个文 他那个不是 Ether 他们叫这个 咱们主 他就叫耶稣 不是这个Christ 就是耶稣 所以他就用中文写的 耶稣这个字 他一摸呢 他看到什么呢 那个小孩子 看到的是十字架 亮光 对 所以就是说 他并看不到其他的 就是他高层 对 太高层了 他看不到 就说明这个 我也同意你的观点 我当时也是这么理解的 就是佛教是在低层的 这个 对 低层 对 对 比较低层的灵界 就是他们 还有就刚才你说的 那个 就是那个人 他的那个 我觉得我当时记得 他说的他的那个 就是那个人 不是不信了 就是他家人 他家人都信佛的 所以是按照他家人的 是那种情况吧 那我就感觉 他一个基督徒 然后做那个法事 然后我看那个电视呢 就是家人 对 对对对 就是就是他说到这个 我说就一个佛教徒的嘴里面 就是说出来我们基督教的事情 我就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就是他是他是比如说练气功的人 他可以能够就是说打开他们的这个灵界的communication 就是要教英特币交流 他是很不主张你就是在没人指导下去 对对对 他很容易就能够就是说走走鬼入魔 咱们叫什么走鬼入魔吧 走鬼入魔 因为我们有主耶稣的这个保护嘛 就或者天使的保护 就没有这个危险 但是做气功就是有这个危险 对 就是 我完全同意刚才新陈叔说的这个 这个佛教徒做冥想 我们呢也可以做默想 比如说做灵修做祷告 因为你有你有真正的正神吧 这个词不一定用的对 真正的神的 唯一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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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太容易 或者不能说完全不可能吧 最起码不太容易被那些邪灵骚扰 而如果你在完全无知的情况下 像很多这个佛教徒 他们因为不知道有天地有神 有创造主 也不说自己的来源 所以他们是出于一种很迷茫 很散乱的状态 在莫名的摸着石头过河 或者是蒙着眼睛的往前摸呢 这种情况下 对对对 所以那么告诉我们 我们每个人身边都有邪灵和天使 在这种瞎摸的情况下 很容易被邪灵所挟持 这个一旦邪持 我们人是非常软弱的 你无能为力 你被他带到沟里去 带到磕里去 那种容易的事情 还有这个correspondence 就是这个对应这个关系 我的理解呢 就是说 不见得只是一个物啊什么的 也可能是一种 就是说 就是 你的感受 或者是你的这个 这个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前两年 我开始就是说 祷告 我觉得 当时我就想 就是说 我这一辈子啊 都在大学里边忙嘛 就是说 我想就是改变一下我的生命 就是真正的要为主来活啊 所以我就是祷告主 让我做什么 然后 就是 确实是 祷告的非常 非常用力啊 就是说 每天都在祷告啊 什么那些的 就是 想寻求主的这个 这个指引 就是我努力了很长一段时间吧 哎 有一天 我就是觉得主给我的信号特别明显啊 特别特别明显 简直就让我一下都惊呆了 就是 他说了一个就是 enjoy me 就是说 享受 享乐我 就是说 enjoy me 我不知道怎么具体翻成 享受神 对 他就说了这个 后来我读了那个瑞登堡的 他的天堂与地义 他把天堂 就是天 天使告诉他 天堂是什么 他说是快乐 你读过这段吧 我觉得大家肯定都读过这段 对吧 他就用 他就很 他就很迷茫 他说有个灵就问 就是说什么是快乐 但是你说 你说 我一天 我当时我看到 这个 讲到这个的时候 就一下我就想起 就是主告诉我的 enjoy me 就是你做什么 enjoy me 我觉得这个东西 也确实让我费解了好长时间 但是我就是说 这个实际上 这个 这个是确实是很通的 我就觉得是 就是我想说一下 就是enjoy enjoy God 就是在传统基督教里面 他有这个神学的一个派别 就是 他有一个 翻译成中文 他就是享受神 就是说 就是他有一个神学 他就是专门做这方面的研究 就是有这个 就是在传统基督教里面是有 不过他们是小众的 就是 就可能在大陆这边 就是说 可能不受接受 在台湾那边 就是说 就是这方面的信息呢 就是说 关于享受神的这个 主题的这个研究呢 它是有的 就是 就是享受神 他这个 在圣经里面就是 有那个依据 因为 我曾经呢 就是看过一篇文章 他里面就想 那个 他就说 关于旧约的那个 就是那个 就是调和 那个油做那个饼 就是那个面 他用那个油调和 然后 给人吃 然后给祭司吃 然后他们有这个 就是说 拿旧约的这些经文 作为一句 然后新约呢 他就是 拿那个耶稣 他就说 他是生命的粮 然后 他的话呢 他的血是可喝的 他的肉是可吃的 然后呢 就是 还有呢 就是说 就是 他们 就是说 耶稣呢 他作为新郎 然后 就是以 就是 从四福音里面 找到这些经文 他们就是 以这些经文为一句 然后 提出来 就是说 享受神的 这样一个主 就是他 从古代就有人 就是 就是研究这方面的内容 就是有 就是有研究出来的 就是 就是这方面的信息 就是 也有很多 数据和资料 就这个是 就 你是直接体验到了 就是 没有 我倒不知道这些东西 但是 但是反正就是说 我觉得我一读 瑞登跑的 那个 就是天堂就是快乐 我就觉得 好像就是跟我 那个 就是神告诉我 那句话 体验了 对 实际的 实际的经验 对 刚才我是掉线了 然后我只是听到 前面的那个 就是说 前面的那个读的 然后前面的读完了以后呢 后面的我都没听到 然后我 就是关于对应的 那个内容 就是 就是我一直都 对这个对 就是很那个 就是 他所有的 基本上 几乎在每个地方 都有对应 就是 然后呢 我想提一个问题 就是 这个对应 他 我们 在生活当中 就说 遇到一个什么样的 你的话 断断续续续 我们听不全 好像没有听全 你说的稍微慢一点 也许能听全 不好 那 那 那我想问嘛 我这 我的网络不行 你再说 你再说一下 刚才你最关键的问题是啥 就是那个对应嘛 就是说 在日常生活当中 怎么去用这个对应 就是我看到一个事物 我对这个事物的理解 比如说 按照我们常态 去理解这个事物 跟用对应 去理解这个事物 我现在一直就是说 在尝试去 用对应 去理解生活的 一些东西 但是 他很反常 就是说 他跟日常生活的 那个思路 他不在一条线上 就是说 不在一个面上 没有交集 就这个 一开始感觉挺苦恼的 就是 我个人觉得 我自己的体验 是有对应的 就是 比如说 打个比方 我们经常在教会里说 要把房子建在磐石上 实际上就是 就是对于 那么我们做人也一样的 如果你做人 很诚诚实实 充满爱心 文文当当 认认真真工作 那实际上 这就是通过一个 自己把这个 你的 你的生活 或者 你在我们当然 还要灵性上面的 长进 就是实际上 就是已经是在磐石上 那么如果这个人 狡猾得很 对人都是阴险的 然后又在背后要杀人的 那些人 一定不是在磐石上 那么我们做事 做人 那么你拿着这个 爱和智慧的 这个两个 就像上次 广斌这个 video上面讲的 就要用益用 实际上这些都是对应的 就是我 我觉得 就是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 或者在听这个 斯维登堡的这些事情 我觉得 应该是 如果你想得更深一层的话 真的很多东西 都能对应起来 我没觉得不可以交 这个问题 这个 新陈这个问题 实际上是个很大的问题 我觉得好像也没办法给你 没办法说得清楚 但是有一个最基本原则 你想要看到我们 所能看到的 摸得到的 听得到的这些事情 就都是物质界的 你想要看到 所有一件事情的 对应是啥 你实际上就想看 实际上你的问题就是 这个物质现象的灵异是啥 应该是这样一个问题 对不对 那么 对它背后的一些东西 就是说 大原则 我觉得 大原则就是 那些美好的事物 对应的 当然也都是天堂里面 或者灵界里面 那些 那些美好的事物 那些邪恶的 或者那些 对人有伤害的事情呢 那些 比如说那些毒品 或者是那些 能够使人 受到伤害的一些物质 对应的 肯定也就是 应该是灵界的那些 比较邪恶的 那样的事理等等 这是一个大原则 你的问题在细节的 细到了每一天 日常生活中 每一件事 它的对应是啥 这个问题就 好像 恐怕就很难 很难一句话说得清楚 或者说也许你一辈子 都探索不清楚 因为 我们 就是 我就是想呢 就是说 就是在操练自己 就是说 尝试着用 就是已经有的那些 就是关于对应的 这个解读 比如说 这个世界呢 它分为三个层面 那个矿物的 植物的 然后动物的 然后呢 就是 然后又有零界的 和世界的 物质的 然后呢 就是它里边 就是根据天堂地狱里边的 这个对应呢 去思考问题呢 就是 就是 它有一种体验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去 根据这种对应 去思考问题呢 它这个外在的事物的流程呢 就是 跟你用那个 就是说 跟自己用 事实的思维方式呢 去思考问题呢 可能 或者说 比如说我要做一件事情 我这个运 我内心 我事物的运作层面 我的焦点 就是不在于 这个物质层面上的 这种 前后的流程 就是这样的一种 流程化的一种 线性的思维 通过对应的方式 去思考问题 它 它很奇妙的 就是说 我现在还说不清楚 可能有一些地方卡 如果对应的方式 去思考问题 它的就是目前对我来说呢 很有局限 每一个地方 对应 对应的地方呢 就是它很奇妙 就是 就是说对应的角度 去思考问题 这种 它的产生发展 它是 生出来的关系 就是 生这个词 就是 在心里边 然后 用对应的方式 然后呢 物质界的这些 好像就 它 自然的配齐一些东西 就是自然的配齐一些东西 然后呢 它 无形的层面生出来的 这是我体验到的一个 就是对应 但是 我现在 你好好的 好好的再探索吧 你这个往前的还是有问题 我们老是听了断断续续 所以听不全就 就掌握 没法理解你的完全的意思 有一些甚至关键的词 我们都听不见 你重新换了个机子是吧 算了算了 我这个信号不好 我这个信号不好 你 这是个很大的 很大的课题 我也看到你是非常有 非常用心 也用自己的生命在探索 在下了很大很大的功夫 这个 你有很多这个 一些探索 一些思维的 思想的一些成果呀 我觉得我还是很 也对我来说 有很大的一些借鉴 借鉴价值的 我觉得很好 希望你够继续 更深入的探索 也可以帮到我们呢 大家互相的启发 他讲的很有 我们就希望 也有一批在 在信仰和心灵的 这个层面上 能真正下功夫 去探索 这样的话 我们对大家都有好处 大家相互交流 都会能得到一些提示 得到一些提醒 就是呢 就是传统基督教里面呢 有个点 就是说 大家都觉得 那个东西是好的 但是没人敢去尝试 因为都 因为在传统基督教里面呢 都认为呢 就是说走祖的路呢 是一个非常苦的路 就是 大家心知都 就是说 因为我在教会里面 待了很长时间 也不是说很长吧 就是 就是人们都说 祖的道呢 是好的 但是呢 另一方面 就是说 就是主的 要守主的道呢 或者说 要心主的道呢 就要倒霉 就要受苦 他就是 这样的一种观念 然后我呢 就是说 不认同这个 就是说 就是说 我在传统 就是说 我很不认同这个 所以我就愿意去 主动的去尝试 而且呢 这个 我心里面 我觉得呢 就是说 我看到 他是一个 美好的 是正的 他不会把我给带偏 然后我就敢去尝试 然后去尝试呢 就发现呢 他是有结果的 就像一个科学 我做实验呢 他是有 当然这个不是实验的 就是说 他不是实验 是实验 就是说 做这个实验呢 他是有结果的 是真的 就是 他有点像这个内容 就是 他有点像这个 嗯 有道理 我下面就不说了 我这个信号实在是不好 断断 好的 好的 谢谢 别的人还有什么 又要说的吗 我又要说了 说 可以吗 怎么老我再说 不好意思 没问题 就是 我这个是不是说 今天的那个 question的事情 我这个是题外话 就是 我非常感谢 这个广斌做的 video 就有一二三四五 那么 我觉得 就像我有了一个 灵命日量 我一直定的灵命日量 然后 放的包里 也容易容易看 那么现在这个video呢 就相当于 这个 从这个字面啊 音乐啊 然后 时间上也跟灵命日量 很好 但是我 技术上有个问题 就是说 我现在把它 要从手机上下载到 计算机里面去 然后我每一个都要 下载好了以后 才能传出去 那么如果 46个思考题的话 那么就是要 要这样子做 46次 那么我就想 问问广斌 就是 能不能 因为我去 我 以前段时间 开始 你们开始上课的时候 那我没时间来看 但是我 到那个 斯维登堡 有一个 不是有一个 著作的中文网吗 然后我就 也进去看过 它里面也有那种 这种音频的资料啊 什么东西 然后我觉得 你这个东西做的 比他们还好一些 就是我们在群里看 毕竟是很 很少部分的人 那我们这个东西 做的 能不能给它 我们有没有权利 把它放到这个 斯维登堡 做中文网上去的 这样一个 我们可以不要 每次都download 然后说老实话 我每一个都 至少听了两遍以上 那么如果说是 在这个网上的话 那又很方便 我只要这个网一点 我想听哪一个 节就听哪一个 就都在网上 都在网上 我发给大家的 发给大家的 以前都已经上网了 我一会把 放在你放在哪里 我怎么今天 我去找 就是没找着 你看这是哪个网 我看的是这个 斯维登堡 著作中文网 那个上面没有 那个上面没有 我放上的是 我放上的是 那个大道讲堂 那个网 那你能不能把这个 链接 把这个链接 发给我一下 发给我们 因为这样的话 因为我每次 我们的这些东西 我都要花很多时间 给它下 要download到我手机里面 又站了 又站了几只 然后又要再去放到 我的计算机 再存下来 那么如果有这个网的话 你告诉我一下 对对对 我给你 我给你 以后给你 谢谢谢谢 挺好 这个做得很好 就是很花时间 这个 对呀 谢谢 这个 这个 这一个小册子 就一系列 好几本小册子 我很珍视它 就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刚才 接着刚才新城说的 说这个 说是佛教的人 在这个 在人的心灵的探索方面 比基督教做得多 我好多年也一直认同这个问题 一直觉得我们这个 在基督教 或者说在基督信仰 这个领域里面 好像在这方面做得不够 但是这几个小册子 我觉得 不能说我们填补了 这个空缺吧 但最起码 是确确实实在引导我们 如何向内去提升的 所以我 所以说思考 非常重 给你提出一些问题 在思考 直到你 也回顾以前的东西 也往前往前往前看 他最最关键的是 在向内 向自己内心去提升 对 对 不能整天整天糊里糊涂的忙 你没有时间静下来考虑 灵命上是不会长进的 这是我自己的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史维特茂的书 很多很多 你光读这些书 不去把它用到实践上 不和自己的心灵 灵性的这个实践结合 实际上等于是空中楼阁 或者是数值高阁 没有落实 对啊 所以说 我说所以在学那些video的时候 我就讲 其实总结起来 也是非常 又很复杂 但是也很简单 就是要把爱 智慧和你的行动 结合起来 直到每一天 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 内在的需要做的事情 每天要跟神 好好的 要有思考 要有跟神交流的时间 是的 好的各位 如果大家没有在于问题了 我们今天晚上就到这好吗 好的好的 谢谢 谢谢大家 晚安 谢谢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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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